究竟什么是视网膜脱落? 视网膜是眼睛最重要、最复杂、最脆弱的组织之一 它的厚度不到0.5毫米 当视网膜脱落 眼睛将会无法正常感应肝线 并转化为神经信号 从而导致失去接收影像的能力 视网膜脱落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阶段 但是深近视患者 视网膜脱落的机会相对较高 由于深近视患者眼族较长 眼底的视网膜逐渐被拉伸变薄 过薄的区域容易发生裂孔甚至脱落 因此近视网膜脱落的风险越高 视网膜脱落是严重的眼科急症 初期没有明显的症状 如果突然出现大量飞蚊 眼前出现固定黑影遮挡等 必须尽快寻求医疗协助 因为错过黄金治疗期 可能会引发眼部疾病 如视力模糊 视野缺损 视神经受损 和视网膜病变等 在严重情况下 视力可能会完全丧失 33岁的蔣先生自学生时期开始 患有900度高度近视 最近她在跑步的时候突然发现 右眼视力下降 起初她以为只是疲劳引起 并没有太在意 但在不久之后 她开始偶然看到眼前有黑影掠过 这些令她意识到 情况可能不尋常 于是 此时掌先生立即与药眼科医生 进行全面眼睛验查 最终医生诊断她的右眼 已经发生视网膜脱落 需要立即进行手术 医生紧急为掌先生 进行微創玻璃体切除手术 其后掌先生积极遵从医生的指示 使用药物及定时复诊 并调整用眼习惯 避免参与高风险活动 降低视网膜脱落复发机会 视网膜脱落是一种严重眼科急症 正如掌先生的例子所示 及时寻求医疗并遵从医生的治疗建议 先有机会恢复视力 然而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那就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损失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眼科的资讯 欢迎向希马眼科中心查询 那